總統來基隆是不是跟藍營的 罷兵案順便對決 週末到基隆碰上名團發起拆樑行動 引發聯想 總統賴清德沒有回憶 到清安宮是懸後收度 和擔任主委的舅舅童勇同框 民進黨秘書長林又昌 基隆議長童子偉也到場 高齡九十八歲的童勇 致辭一句話讓全場笑凡 你站一下 來 不用站在那裡 你站在我的旁邊 就給我 作羞頓一下 如果經常你給我勉勒 要打拚 林工要送一個便來 怕長輩站太久 致辭一開場 賴清德就先要舅舅 坐在自己旁邊沒關係 特地留下來 陪童勇吃午餐 就怕時間點敏感 致辭 隻字未提在野黨 許下國政願景 未來堅定掃除黑金槍堵 當選總統也來政免 那同時也是還願非常單純 我們從未成參與 從來都沒有討論過相關的問題 發明未成案 談補選 言之過早 總統到訪公民黨之一 朱帥清徵 全黨動員拆樑 綠營隔空回應完全無關 畢竟市長施政成績 才是決定市民投票意向關鍵 三十五 歡迎歡迎歡迎收看 我們收看SG小組 基隆報導